我一直認為大家不要只看習近平 要看他所代表的這個利益團體 這個利益團體或者這樣一個政治團體 它是對西方制度本身是有深刻懷疑的 所以為什麼鄧小平過去在提到 防左防右的時候一直說的要高度的防左 防左是最主要的問題 其實這一批人他們是有這樣的一個 你可以說他是意識形態也好 也可以說他對西方政治是有極度懷疑也好 所以在這點上西方確實是誤判的 當然由於最近幾年中國高調的挑戰國際持續 或者說開始的改寫國際對價值觀的一種描述 那麼這一種做法引起了西方國家 集體的這樣的一個抵制和警惕 所以我覺得現在西方認識到 習近平領導的這樣的一個中國 在走向跟西方相反或者說 至少是衝突這個道路上 認識到這個以後 我覺得今後西方不管是現在很快 或者是慢慢的 它會逐漸形成一個要抵制中國的一個做法 所以在這一點上 我對西方跟中國的這樣一個關係 短期內我本人並不樂觀 除非中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否則這條道路上面 西方和中國是走的一條 就是應該說衝突的不歸路 林鄭也有提繁 我才可以講 衝突的不歸路